其实那天11月15号我想大家都看得非常清楚 那柯主席呢他已经很明确的说 他愿意在这个误差范围内退让 也就是说让3%这样子的误差范围 所以其实他那个时候已经有心 就是说要成全大局 也就是希望能够大家共同合作 来促成2024的政党轮替 那么呢他也愿意来担任副手 只不过还是希望借由一个比较公平的方式 来产出这样子的组合 所以我说的让其实就是说 他一定程度的做了退让 那么当天呢幕僚要出去之前 其实就有人说要把这个录音笔给关掉 那这一位呢就是这个国民党的当主席朱立伦主席 那么现在有很多的传言说 在中间这个过程四个人会谈的过程有录音 那我想只有两个可能性 第一个是有人偷录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马办这边告诉我们说 没有录音但其实是有录音 但是根据我刚刚打电话致电马办去请教 还有去确认的结果 马办这边呢也告诉我们说 他们当时的确是没有录音 如果现在有录音的话 恐怕就是有人背弃了这样的承诺 而且是没有诚信的 第二个如果真如媒体上所传言的 朱主席在里面就说了 有让6%这样子的说法的话 为什么在他的官方LINE所传出来的讯息会呈现完全不一样的结论呢 我想想 好我们昨天中午有跟江俊廷副秘书长 就是我们常常成为大头 其实上午我们常见面啊 也是老朋友 那共同聊到就是说 这个未来立法院的生态 那 柯主席一直非常关心 因为终究国民党提名的人数比较多嘛 那总是方方面面能够帮得上忙的部分 其实 不管是柯主席本人或民主党团队 都会一本初衷 因为国会席事极大化 也是当时的这个会谈的 这个一个主要的工作目标之一 所以我们还是一直认为说 这个部分也不可以让民进党 或让新潮流站在旁边笑 你们一事无成什么事情都办不成 所以这件事情我们还是很期待 但是我也特别跟江俊廷讲 我们的用意不是这个 要让国民党这些参选的伙伴们 在党级上有什么状况 这不是我们的本意 对以上 那国民党的态度有示出来吗 昨天当然因为跟江俊廷是老朋友了 那他也知道这个国会的选举 基本上还是也是很重要的工作之一 不过他也表达就是他们其实在总统选举上面还是期待是这个 侯科配嘛 那民党的立场当然是没有侯科配这个选项 但是如果是柯侯配的话 大家可以一起来努力 大概谈的内容就是这样子 所以他的意思说如果是 所以你们意思说如果是柯侯配的话可以有这样子的站台 我们还是很很愿意啦 但是只是不晓得 因为国民党好像后来不晓得没有正式回应我是不知道 所以好像是说这个还是要先谈总统的整合才有后续吧 好像是这样对 所以就明确的讲说现在民众党只剩下柯侯配这个选项吗 是 这个是一个可以努力的方向 这几天会在找国民党的时间吗 不会啊因为时序一直往前走嘛 那两边的阵营这个大概就该努力的该准备来准备 对啊相关的事物应该是让陈臣来跟大家做说明 周三国民党的总长会就会决定副总统人选 所以可以说你们这边登记最后的底线就是压在周三 陈中长会开完底定之后吗就会决定 这个就让发言人同意回答好了 好谢谢 顾客局的部分你们刚有 顾客局会开会 照程序走 想问一下如果不接受侯科配的话 没有考虑跟郭台银这边合作 他赖平下单是不是 不晓得呢这个还是让发言人回答 诶长会说我问一下 柯主席昨天是不是有抛出可以 愿意帮蓝的立委站台这个状况 是啊我们一直以来都是这样 一直以来像到云林这个丁学忠政长 我们很关心他的状况 因为你要三党不过半一定是要努力啊 所以我们担心的就是因为国民党提名的比较多人 那总不能我要再度重申 总不能说这个让我们的对手在旁边看笑话 以上 就如果是侯科他们国民党坚持侯科配的话 就不可能会发生柯主席帮忙他们站台的这个状况 不会国会的部分一定是努力的帮在阵营 把席次这个冲到最大 因为和有两种嘛 一种合作的和跟和平的和 我觉得都都都要努力 都要努力 好OK好 其实那天11月15号我想大家都看得非常清楚 那科主席呢他已经很明确的说 他愿意在这个误差范围内退让 也就是说让3%这样子的误差范围 所以其实他那个时候已经有心 就是说要成全大局 也就是希望能够大家共同合作 来促成2024的政党轮替 那么呢他也愿意来担任副手 只不过还是希望借由一个比较公平的方式 来产出这样子的组合 所以我说的让其实就是说他一定程度的做了退让 那么希望能够让这个再也成功的整合 所以这个退的意思应该说是不是退选 是可能可以当副手的 对就是说他是愿意退让来担任侯市长的副手 所以才会有当天所有的这个协议的内容 不过还是要强调依照这个合约的精神 也就是说主席在里头还有跟大家说的 其实都是在误差范围内 他赢了3%的话 他还是愿意承认他自己算输 因为没有超过统计误差范围 所以呢其实根据整个的合约精神 还有整个会谈的内容应该是相当清楚的 所以不管现在是退让或是退选对国民党 民众党对国民党都是不可能的 柯主席在11月19号的世事大会上 他已经非常明确的告诉大家了 他会用台湾民众党的总统参选人的身份 继续的奋战到底 我想这番话应该讲的很清楚了 各位怎么看 因为现在传出马国诸科当时的 有可能会有录音党这部分你们了解 是会有录音的吗 我看到这样子的消息报导 还有有鸣嘴在政论节目上丢出这样的讯息 其实老实说我蛮错愕的 当天我在现场 那么当天呢 幕僚要出去之前 其实就有人说要把这个录音笔给关掉 那这一位呢 就是这个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主席 因为他认为说 其实是四位这个长官们 他们自己来讨论就可以了 所以请幕僚都出去 那么请幕僚出去的过程当中呢 在马班这边 因为他们是属于一个这个中立的角色 所以他们还是希望说能够继续的录音 但是朱主席他蛮坚持的认为说 恐怕是不需要再继续录音了 所以最后呢 大家协调的结果是全部撤出 而且是没有录音的 那么现在有很多的传言说 在中间这个过程 四个人会谈的过程有录音 那我想有两个可能性 第一个是有人偷录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马办这边告诉我们说 没有录音但其实是有录音 但是根据我刚刚打电话 致电马办去请教 还有去确认的结果 马办这边呢 也告诉我们说 他们当时的确是没有录音 没有录音也是朱主席所要求的 那么另外呢 我想针对名嘴这边 有一直在说 朱主席这边有明确的讲到 正负误差三个percent 其实就是六个percent 这样子的说法 我想这件事情 也让我觉得非常的混淆 因为在11月18号 18号当天呢 朱立伦主席透过他的官方line 就丢出了这样的讯息 从来没有所谓的让六趴 尊重整个统计的结果 共同来拼搏胜选 所以呢 他在他的文字上 还有他的影音上 都很明确的告诉大家说 没有所谓的让六趴 那么如果朱主席是这样说的 为什么他在会议当中 或者是会用这个名嘴来传达的 这个内容是说 他在会议里面就已经有强调 有六趴这样的数字 这显然跟他所发出来的这个官方line 是不符合的 所以我想 现在我看到很多的媒体啊 或者是说这个名嘴出来 有些捕风捉影 或者是说有这样子的讯息 我们还是相信 大家基于一个互信的原则 当天当幕僚撤出的时候 应该是没有录音的 我们相信大家都是遵守的 那么 第一个点就是 如果现在有录音的话 恐怕就是有人 背弃了这样的承诺 而且是没有诚信的 第二个 如果真如媒体上所传言的 朱主席在里面就说了 有让六趴这样子的说法的话 为什么在他的官方line 所传出来的讯息 会呈现完全不一样的结论呢 我想这一点必须要理清 本人请问一下 因为昨天那个 柯主席第二次跟郭董 会议 有明确的谈到说 郭董会推 提起部分局在民充党这边 或是有没有触及两名搭配问题 甚至包括賴佩霞 柯賴佩 最近也被 又在被讨论 请问一下他们有在讨论这部分 柯主席跟这个郭董这边 他们多次的进行会谈 据我所了解 他们其实聊的 比较多都是政策方向 那么 根据我所了解呢 其实 郭董他这边 他其实是非常的乐意来促进整合 而且希望再也能够团结 至于那些所谓的席位 或者如何搭配 反而双方没有太多的触及 那可以问一下说 就是因为 比如说国民党中常会 在明天下午的时候 就会决定副总统的人选 那民众党这边是什么 我想登记的时间 就到24号了 再拖恐怕也不能够拖太久了 国民党这边呢 从上周 丢出了一个 24小时的最后通牒 到后来又出现了 到本周三这样的说法 那么我刚刚又听到 好像又有改变 好像说这个时间可能 又会往后延 那无论如何 我们这边还是会 按照我们的进度 并且呢 我们会不放弃 继续跟国民党来沟通 事实上我们还是希望 能够整合在野的力量 所以正如刚刚修哥说的 不管是总统大选 或者是立委层级 这方面的合作 在时间底线之前 我们还是会努力 进一步的 来跟国民党沟通 民众党还是会准备好一个 随时可以上场的复首文件 各种的方案 我们都准备好了 有预计不分区名单 什么时候会公布吗 现在我们的这个选举会 正在讨论当中 那么预计在中午的时候呢 就会通过这个名单 有可能在明天的时候 我们就会对外公布 请问一下 部首非要还是做快点 各种的方案 我们都准备好了 好 OK 谢谢 谢谢湛姐 谢谢 谢谢 我觉得若英党 完全不会 因为如果他们有 如果他们有 就是我错 因为我看 对 当初就是 其实一直就 一直在讲错 所以 讲两句 大家就能够 对啊 我觉得两个点 第一个呢 说不讲好 它是音 除非有 各样的 所以第一个 那现在呢 这个都没有 所有的讯息说得到 那第二个是 事实上 当做 缩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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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没有 没有 那 那 麻烦就说 你们也没用 所以是谁 在那边 然後 梁霖又全川 我觉得 就是 手機可以再拍一下嗎,就是你剛才秀的那一個特別特寫一下 等一下,等一下我們說,你要用蚊子還可以用蚊子,這個就可以了 喔,影片也可以,要不要放影片出來,好啊,那你們要收音嗎,我直接放出來,好啊,你們就自己用,我再傳給你們就好了 這是大家前面的一段嗎 總統人選就是柯文哲,目前就我所知是沒有的,所以其實郭董他非常的可奇,他其實就是也希望幫忙促進這個在野整合,還有 2024政黨輪廷,所以在這個前提之下,他並沒有說他一定要怎麼樣才能幫忙,他反而是問我們需要什麼樣的協助 他其實很大氣 對,總統人選人計有預計? 我們預計大概,就這週了嘛 對,哪一天有預計嗎 哪一天喔,週四、週五都有可能 對,那我還是要強調一下,就是 對不起,我還是再一段 剛剛郭董那一段,我想,我覺得蠻重要的,我可以,您剛剛,你可以再幫我一次 那那辦這邊的話,目前是沒有要跟賴黑霞,你做的問題嗎 我想郭董他非常的大氣喔,針對所謂的在野整合,他非常樂意能夠促進團結 而且,要如何能夠達成2024的政黨輪替,他有很多的想法 所以他在這邊,他並沒有提出所謂的不分區的席次,或者是所謂的這個副手,要來跟柯文哲搭配這樣子的一個組合的說法 那麼他,全心全意就是希望能夠促進在野的整合,我們非常感謝他 郭主席最近有沒有一直勸郭董說,就是希望他可以,要嘛就是退選,要嘛就是,可能就是當副手之類的 他們在討論如何能夠勝選,以及如何在2024的時候,真正的,能夠以這個穩定的領先差距,讓民眾能夠過好日子 所以我想,那些什麼,權威的交換啊,或者是那些各種組合,各種搭配,其實並不是他們討論的主軸 因為柯文哲昨天說,會努力到最後一刻,那接下來還有可能再跟國民黨總統,總統的部分,確定就是,柯文哲會參選到比獎 柯主席在我們的市事大會上,他已經說得很清楚了,他會以台灣民眾黨的總統參選的身份,來奮戰到底 也就是說,目前恐怕,現有的選項裡面,因為我們也看到,從民調呈現出來的結果,幾乎都是柯文哲贏的 扣掉統計的誤差,也是3比3平手 我想大家必須要非常平心、盡氣的來思考,未來針對這樣子這麼強的組合 賴清德對上蕭美琴這樣子的組合,我們是不是在在野整合部分也要推出非常強勁的,這樣子足以抗衡的對手 才能夠真正的完成政黨輪替,這個已經不是一個人的退讓的問題,也不是一個黨退讓的問題 而是大家要共謀大局,如果在這個前提之下的話,其實現在還有時間 有預計什麼時候要去登記嗎? 我們預計大概週四或週五吧